漫漫人潮及在觀光區內 就是要一睹台灣原住民族舞蹈風采 這是商家吸引觀光客設計的表演橋段 但你知道嗎 為了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原住民族或部落將可主張智慧創作專用權 來對抗所有任意使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或進行歪曲 割裂或篡改文化內容 造成損害族群或部落名譽的行為 這個自由使用當然 因為對原住民的知識和文化內容的不認識 或是認識相對來說比較淺薄 所以常常這個使用方法就造成了 對原住民的文化內容的扭曲 侵害 或者是不當的利用 那破壞了原住民的主體性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兩個執法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 跟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 共同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分別在2015年3月1號 3月13號施行 依據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 所稱的智慧創作種類包括 宗教記憶 音樂 舞蹈 歌曲 雕塑 編織 圖案 服飾 民俗記憶以及其他文化成果表達 目前原民會全台舉辦相關說明會 鼓勵族人主動調查並申報傳統智慧創作 像泰鋼就是有一個舞蹈傳統舞蹈 整個泰雅族裡面圍堵泰鋼才有 那個勇士的傳統舞蹈只有泰鋼 別的部落沒有人 那是從日記時代以前就這個舞蹈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可以申請的 原住民族智慧創作的範圍相當廣泛 有的屬於族群所有 有的屬於部落或是家族 但需要部落族人主動申報 才可能讓目前世界唯一的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發揮實際功效 記者烏馬斯島秀 新竹堅實採訪報導 開始 請問一下 好的 謝謝 好嗎 怎麼 不是